经过刚刚的一个简单的分类 套了一些关系,观察一些资料的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产生一些有趣的想法 首先,我们开始第二个大步骤 刚刚是观察分析资料的步骤 第二个部分,我们就需要让他们产生一些关联 然后用来编故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编很有趣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上飞的跟地上爬的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 小羊在草地上 然后在一边吃草一边玩耍 然后你想象那个场景 然后就追着蝴蝶在跑再跳 追着蝴蝶在跑再跳 然后因为就是没有注意到草地上有刺蝟 所以就去在追着蝴蝶的同时去踩到刺蝟 被刺蝟扎了一下 想象这个场景 然后再来,水里游的这边呢 我们用唐浪扎藏黄雀在后的那个场景 那个青蛙在水里面游游游 然后刚好底下有个鸾鱼正在对青蛙虎视 单单准备要张开嘴巴去吃掉它 却不知呢 那个在鸾鱼的下面 其实鳄鱼已经在下面等它很久了 这样一个螳螂捕藏黄雀在后的一个景象 好,所以这是场景一 这是场景二 好,那么 我们再来想场景三 在这个飞生物这边呢 二八,我们就把它想像一个二八年华的一个 妙龄女子 好,那 或是二十八岁的我也可以啦 那总之那种想象的画面是越夸张 越好笑 越容易在你的记忆上面越深刻 好,那二十八岁的妙龄女子呢 正在木桶里面很舒服的泡着着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 它的那个 澡堂的外面 就是刚刚那个草地嘛 那草地旁边有一座湖了 所以那个 羊群刚刚呢在 追逐着蝴蝶不小心踩到刺蝟 那因为刺蝟刺伤那个羊群 小羊的脚 所以它那只小羊大叫了一声 大叫了一声呢 那个湖 刚刚 在湖里面 把那个场景转换到刚刚第二个场景 青蛙就 青蛙就 这个 那个羊群的大叫也笑到刚刚那一位 二八年华的正在泡澡 木桶里面泡澡的美女 因为 因为吓一跳 所以也甩飞了 手上的手表 那手表甩飞的同时 打破了窗户 打破了浴室的窗户 但利用这样一个故事 让你可以把它 连接的比较顺畅一点 重点就是那个画面 要 感觉像是历历在目的感觉 所以你要 去描述那个画面要尽量的生动 活泼 然后 越夸张 越好 那所以 你看这些东西就都在里面了 都在里面了 那所以呢 当我们再去 针对刚刚那个故事 我们再来想一次 场景一 羊在吃草 羊群效应 在吃草 然后追着蝴蝶 追着飞舞的蝴蝶 蝴蝶效应 然后 在 在地上跑跳 那踩到 那个 刺蝴 踩到刺蝴 刺蝴效应 然后踩到刺蝴之后 他大叫了一声 那切换到第2个场景 那个在水里面 有一只蝶鱼 蝶鱼效应 蝶鱼看着前面的青蛙 青蛙效应 想要把这个青蛙吃掉 想要把这个青蛙吃掉 殊不知呢 他的底下 那个鱷鱼正在对他虎视 丹丹 那这个鱷鱼效应 这六个生物都聚齐了 那再转回第3个场景 那这时候呢 有个28年华的庙林女子正在木桶里面泡澡 28 28理论 跟木桶 理论 然后 这时候呢 被刚刚的羊吓到 自己惊叫了一声 手上的手表甩飞 那个手表理论 时钟理论 甩飞的手表撞破了 浴室的窗户 破窗理论 这样四个也把它记起来 所以 你把这个故事整个画面把它想出来之后 你的整个十个 刚刚要背的 社会常见的时大理论就全部都背起来